11月28号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后 随即展开了多项高南科目的训练 1号上午进行了舰机联合搜救训练 提升远海搜救能力 四艘舰艇和一架舰载直升机分两个海区展开训练 虽然海区浪高超过2.5米 给发泄目标和舰艇操控带来一定困难 但舰机密切协同配合 顺利完成搜救与救援任务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由东海舰队导弹驱逐舰 导弹护卫舰综合补给舰以及舰载直升机等兵力组成 舰艇多为中国海军主力战舰 具有较强的综合作战能力 编队将重点进行昼夜连续航行与防御编队远海作战与补给等课目训练 今年以来中国海军以多次组织舰艇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 在国际海域进行远海训练 是世界各国海军的通行做法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是世界各国际的城市 感谢观看